嘿大家好我是成浩 那今天這場呢 玩的是凡恩 既繼續回去玩勇 之後呢又覺得想要來 拍個凡恩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凡恩跟勇 還有菲尼克他們的定位呢 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想要玩 每個射手啊我沒有緊啦 所以我大概只能玩這三個射手 然後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他是哪裡不一樣 哪些地方呢只有 反正做得到哪些地方只有菲尼克做得到 像這邊呢 呃 凡恩呢他就是屬於一個比較 輔助型的一個射手 前期的時候 他的殺傷力不是說非常的高 但是呢就是 搭配著坦克呢 你能做到良好的 控制因為他的 二技是暈眩嘛 那加上他的普攻有一定的 他的機率也可以暈眩 那玩勇的話呢我第一把是出 聖劍 那但是玩凡恩的話呢 我是希望可以快速的觸發到 他的 呃 被動技能 所以我選擇的是 那個 那個那個 啊 颶風雙刀 不好意思 然後 是 哇這裡呢 廢克直接殺過來 喔 那但是呢 無攻而返 那我們這裡呢 都是 互不相嵌喔 沒有沒有誰死誰亡 那我們這場沒有打野 所以我就 盡量有時間吃野怪 就去吃吃野怪 那下路這裡呢 只剩下墨家捲 然後 呃 那麼納克喔 躲在那邊應該是 準備想要吃龍 那玩射手或是玩法師這種 脆皮型角色呢 你一定要 時常時常的注意小地圖 因為你被抓到 通常就是 直接掰掰喔 敵人不會對你仁慈啊 不會想說 欸放你一滴血看你會不會報恩喔 不會喔 他是直接抓到你就掰掰了 所以脆皮的角色呢 就是 一定要特別去注意小地圖 你就算來不及發訊息 你保不了別人 你要保護自己 那這裡 下路這裡呢 菲尼克先丟了一個 呃 大招喔 那我們沒辦法去前進 那下路他這兩隻也算是脆皮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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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對方的 的 沒辦法我只能賣牛阿 對方的打野直接殺過來阿 因為我剛剛 我剛剛也是完全沒看到打野阿 然後 其實剛剛是有點危險 所以 嗯 沒辦法衝過來說呢 我自己選擇跑阿 那 射手的話呢 我就算玩菲尼克 我也會喜歡去帶 閃現啦 因為我覺得 雖然菲尼克有一招逃跑能力 但是我覺得再加上閃現 可以讓他的生存率更高 那像剛剛菲尼克跟我打之前呢 我已經先用普攻刷出一個暈眩了 所以他在短時間內中了我兩招暈眩 再加上我近距離的開大 就只能說say goodbye啦 所以啊 凡恩啊 我覺得每一隻射手啊 玩起來只要會玩的人呢 都可以超越每一隻射手 這樣應該不會被哪一隻射手 我討厭吧 那井呢 是真的很 我覺得井也算是OP角啊 但是 我沒有買啦 因為我比較喜歡菲尼克 因為我本身喜歡打野啊 所以呢 就使用菲尼克比較多 那我們這裡牛呢 不知道為什麼會直接跑到塔裡面 那我這裡直接看到納克羅斯喔 看到的時候呢 就等於是看到我阿公了 因為我絕對逃不掉 他的位移技能呢 有三段 我即便交了閃現 也是跑不掉 但是沒關係 我們龍呢 已經到手了 這個交換呢 是一個不整價的交換啦 我們當然是比較賺啦 他殺了我頂多一百多塊吧 但是殺了龍 大家都有一百多塊 還有經驗值喔 所以這裡呢 我們賺 沒關係 那凡恩 我覺得他吃紅呢 也是一個非常非常給力的一個 一個輔助效果 因為你可以一邊緩住敵人 然後一邊等待你的大招 等待你的暈眩技能觸發 像這裡呢 呃 後起角 非常可怕的一隻小丑 也是輕輕鬆鬆 入袋 他連逃都逃不掉 無傷的就把他給解決掉 那 射手呢 或是法師呢 呃 法師有一招一套秒人的能力啊 但是射手呢 是稍微需要一點輸出的時間喔 所以 跟著彈走呢 是最好的選擇 那 很不幸呢 我們這隊伍呢 最後一隻彈 所以我只能跟著我們的牛走 那這裡中路的克里希呢 我看到呢 就表示說 他差不多要死了 這就是 呃 井 或是勇做不到的事 可能啊 可能也做到 就直接衝出去 然後爆擊 砰砰就掛了 但是 呃 反而呢 他就是有這種牽制力 可能就因為你這一下的暈眩 讓隊友呢 又更能夠去輸出 然後直接把對方擊殺掉 那逃跑呢 也是一樣 還有啊 運氣好的話 是 跟你講 是歐洲人的話 你 普攻啊 每三下啊 全部都是暈眩啊 對方啊 是真的啊 是哭天喊地啊 不知道到底是 出門前是踩到了什麼東西啊 搞之他 對手凡恩啊 怎麼打的都是暈眩啊 欸 不要說不可能啊 因為他這個 呃 這個三種顏色呢 是隨機的 所以你很有可能呢 每打三下呢 就是連續出現兩次暈眩 再加上自己的技能 你可能前面放的是暈眩 然後普攻兩下暈眩 然後再 技能又好 真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事啊 那 這裡呢 我想要先找個人下手 我要看哪個人先攻擊 我要去斷他的招 那這裡看我蠻有轉起來喔 呃 他好像就直接掰掰了 呃 我覺得 像 像這種團戰的時候啊 凡恩他就是 因為 這這這就是勇跟警辦不到的事情 飛翼克也辦不到 就是斷招喔 那 一定要 不要說馬上 除非你在追擊敵人 我覺得團戰的時候呢 不要急著去 開你的二技 想要隨便暈眩一個人 我覺得暈眩呢 呃 當然暈眩到一定是對團隊有幫助啊 但是怎樣可以讓這個暈眩的價值更高呢 這就是大家需要去 有點深思熟慮的地方 你不能說 欸 我沒看到人就直接一直 先按二技 開團在之前就先按二技 這樣呢 可能是 會很浪費的喔 你看像這裡呢 我馬要跑 但是 沒關係 他有點坦所以我們也是抓不住 即便暈到他了 呃 那 凡恩我出的 第 我這次出 是 那個 喔 這裡 他也是直接掰掰齁 直接被我看到就是死了 我這也是出 遊蕩者之靴喔 不然通常是出攻速血啊 但是 我這場突然很想要 四處遊走一下 所以我出 遊蕩者之靴 那 不過通常 射手我都是出攻速 除非玩菲尼克打野 那 要不然就是看到對面有 比如說 呃 哥德爾 這些角色 我就會出 遊蕩者之靴 然後以免被他 暈眩的時候呢 不要太多的 太久 那 凡恩的大招呢 如果你是跟戰士打環 就盡量靠近他一點 近距離的把他給 開下去 那這殺傷力是非常大的 喔 打到這裡呢 對手直接就投降了 因為 我有什麼 神射手啊 我看到我這神射手怎麼可能 對 跟我批敵呢 不過這場克里希表現不錯啊 所以我覺得MVP應該是他 好 那我們看一下 MVP 喔對 克里希啊 好啦 那我今天分享就到這裡囉 謝謝大家 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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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P